大家好,我是瑞姐,这里是北京的南罗古巷,我们看到经过三年的冷却,现在这里又活起来了。南罗古巷是京城古老的街区,自明清以来,许多达官显贵,社会名流都在这里住过。 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就是位于南罗古巷西侧的茂尔胡同,茂尔胡同在清朝乃至民国,都是名人辉萃的地方,末代皇后宛容的娘家就在这条胡同里,一百年前的1922年的12月,宛容就是从这条胡同里发嫁进入皇宫的。 还有乾隆皇帝的女儿何敬公主的后人达贝子的伏迪也在这条胡同里,以前的视频里我们都介绍过。 北洋时期代总统冯国章,也就是相声演员冯巷的太爷,也把家安置在茂尔胡同。 茂尔胡同从7号一直到13号院,原是清末大学市文育的私宅,占地面积达到11000平方米,其中的9号院就是当年的私家画园,名叫可园。 民国时期文育的后人把宅子卖给了当时的代理总统冯国章,也就是冯巷的太爷,看长相还真有几分相像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1号院,门口的一队上马师,彰显了主人当年的身份。 我们先听听胡同游三轮车夫对游客是怎么介绍的。 不仅三轮车夫这么说,就连名牌上也是这么介绍的,可是老街坊们对这个说法完全不认同。 老大哥您好,打扰一下,这是冯国章的故居是吗? 应该是吧,咱们也没正式考达了,可能是经过好几个人说的,最早还是文医的,胡同长买了,买了以后可能是不是让别人收了,还是又卖给谁了呢?后边就没提了,是吧?后边是单位占领的话,是不是保护的会好一点? 你个人好是吧,个人乱见。 不是这个吗?不是这个吗?不是这个?怎么都传说是这个? 这个逢个人买了,大学是,我就在旁边长进来了。 哦,那您了解。 那个可园是十三处。 可园十三处,我有个就绩,我当处长。 可园里面那堆,空着呢? 里面有山有水,有亭子。 现在还有呢?小桥什么都有。 现在还有呢?就是现在。 您进去过吗? 我小时在这,乘方来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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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隔壁,隔壁那个才是。 就叫冯国章的宅子。 真的? 那我还骗你这个。 那给您去看看。 前面是晚风他们家。 您从小就从那长大的。 在这长大的。 哦,这个是。 这个是冯国章的故居啊? 哦,怎么都说是那边呢? 不是,两码山。 两码山啊? 这个现在谁住呢?是吧? 没人住。 原先有外交部,还有谁。 哦,现在这没人住啊? 你瞧怎么里面装修呢吗? 哦,现在,现在能进吗? 还有老人建筑吗?里面? 还有啊?都有。 哦。 这原先那家是车库。 是吗? 哦,原来是这个。 搞了半天,他说这个是冯国章的故居。 现在装修呢? 这都去掉了,没有了。 对,现在锁着装修呢,说是。 装修呢? 嗯。 嗯。 里边乱七八糟的。 这两边好像都是。 不好说吧。 这块的方面也不是很大呀,它这个院。 对呀。 师傅您好,打扰一下,请教一下,这个是冯国章的故居吗? 就这个是吧? 大哥您好,能不能请教个问题? 就是冯国章故居到底是那边还是这边? 这边。 就这个是吧? 停车的这? 以前有门楼。 以前有门楼? 盖车库,开了盖车库。 哦,不是那边的一个? 那是文域。 那是文域的这? 哦,这是冯国章的? 对。 搞了半天,大家都说,那边是。 他这一看,什么都没有。 哎,对。 大总统没够不相辅了。 对,不相辅了。 你这老北京是吧? 在这有一牌子,人家不愿意让你挂。 哦,不让挂。 哦,没有标记了,所以说大家都不认为是那边了。 什么? 灯板说的,灯上了没有瞎说。 哦,灯上了车说的。 现在这个院内还有什么吗? 什么也没有,房子快倒了。 大哥,您好,请教我的问题,这是不是冯国章故居啊? 他曾经在这住过。 曾经在住过是吧? 这位大哥,他现在是这里的住户,可能对这个比较了解。 正说着,又来了一辆三轮胡同游,我们再来听一听。 这外交部的产生,过去也是外交部的那些员工退休的这两个居住打大样的。 那这原来是冯国章的故居吗? 对,那都有介绍。 冯国章的故居啊? 对,那都有牌子有介绍。 哦,好,谢谢。 看一下,介绍。 文艺宅,北洋政府时期。 代理总统冯国章,购得此宅,并修饰一心。 日委时期,冯家将此宅授予北平伟军司令张兰丰。 建国后,曾成为驻华大使馆的一部分,后有改建。 大哥,您能介绍一下在里边,现在还有什么建筑吗? 什么? 还有什么老建筑吗? 老建筑又建,老建筑都塌了。 都塌了? 多年就没住了。 是吗? 这是冯国章的故居是吗? 这个,戴藏啊。 他是清朝末迹大学日文艺的宅子。 这个也是啊? 这边都是。 这边都是啊? 这属于客员。 冯国章啊,这是冯孔他太爷。 这个他当理智大总统的时候,他买地方。 您是老北京是吧? 我是满族人。 满族人啊? 满族人啊? 对。 这是什么旗的? 乡黄旗。 乡黄旗啊? 贵族。 什么贵族? 我没用。 这个宅子是冯国章的吗? 他们说冯国章的宅子在哪呢? 在前面呢? 被学校占了? 那边不是。 那边是冯国章买的宅子吗? 这个是过去,清朝末期的大学日文艺他们家的。 冯国章呢? 冯国章的太爷,他在这买去了。 这是可园和这个,实际上它是一个大院里边隔着是吧? 这里一直到枕阳活动呢。 一直到北头吗? 里边大人呢? 他五斤院的呢。 哦。 他走了以后,解放以后,这不是长一长时间吗? 那个可园实际上是花园吧? 他这里都有花园。 听了这几种说法,到底哪个是对的? 我个人猜测,满族大哥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 冯国章当年有可能买下全部住宅,只是住在旁边的13号院。 如果哪位朋友知道详情,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 下一期我们走进这座百年未开放的老宅。 聊一聊冯巩家族的故事。 看看这座百年老宅现状如何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。 谢谢您的支持,我是瑞姐,我们下期见。 幸好。 我是瑞姐,我们下期见。